Lumen Turin Hello 大家好啊 我是悟性 歡迎回來收看我們的 模組生存 那我們上一集做出的這個 隕石防衛砲塔 它就是設計上是一個 增強版的Lumen Turin的概念 會不會以前這個小小Lumen Turin 傷害沒那麽多 攻擊範圍也比較小 那你把它放到非常大就變成這個樣子啦 只是放大版之後 雖然看起來非常雄壯威武 只是看起來很有power 但實際運作起來 好像效率沒有那麽高 感覺還是用了小小的Lumen Turin比較方便 而且Lumen Turin又便宜 就多放幾台搞不好防衛效果都比較好 但是我又覺得這個隕石炮塔 它如果作為一個裝飾用的東西的話 其實還算蠻不錯看的 因為它就是還蠻高大的一個東西 會發光然後偶爾會發出聲音這樣 然後你在一家工作之後也會聽到一些 碰碰隕石砸落的聲音 所以我就決定多蓋幾座 從原本那個地方之外的 我這邊又蓋了 這個就是基本上我們家四個角落 各蓋一座都發揮砲塔啦 這邊也有一座 然後我們身後 那邊還有一座 那蓋哪裡的話其實不是很重要 就是挑一個視野比較遼闊開闊的地方 方便這個砲塔可以看到更多的怪 那只是未來的話我可能還是會把它們 都往上升級上去啦 因為現在他們只有第一階綠色 那你要再升級變成黃色甚至紅色 你的砲塔有些步驚要升級 現在我們上一集就有示範 要升級的黃色的話必須要取得這個東西 叫Crystal Pylon Focus 那這個東西初期生存或正常情況下 你是沒有辦法直接合成 你必須要去偷 我們野外的能量烽火台 它那個烽火台身上的那個Focus 把它挖下來使用 那現在有問題啦 我們要蓋更多的隕石砲塔 那代表我要偷更多這個嗎 其實不用我們應該是有方法可以來合成它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挖下來 我們看一下配方它馬上就會顯示一個東西 叫Item Fabrication 這種東西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 也是我們Chromaticrai這個模組 一個非常重要 或者是非常OP 或者是許多沒玩過這個模組的人 一看到就覺得我想要玩玩看的某種道具 那這個東西的話 簡單來講它可以把我們這些來自於世界各地 天然的光能Lumen Power 轉換成你想要的素材 有點像職能護化的感覺 用高額的能量換成你想要的物質 好像挺OP的 但它也有很多的限制 那什麽限制的話我們等一下就知道 首先的話我們來做一台Item Fabrication 它再也算蠻後期的東西 其實我們很早之前就可以做了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做做看 那基本上它就是放在可以接收 我們這個Lumen Power的地方 然後它就會接收光能 應該是直接做一台會比較清楚 那它的材料的話 說便宜也不便宜 因為它會需要一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材料蠻多的 主要是這個核心 比較麻煩 好那這個Item Fabricator 要放在打你呢 就像我剛剛說 它只需要可以接收這個Lumen Power就好了 那基本上建議是用Multi Aura Repeater 因爲它要接收16種不同顏色的光 所以旁邊有一個綜合效能比較好 那我之前鋪好的這些地板應該 就是為它放這些東西 我把它放這邊好了 那這邊地板的話 它算蠻大台的 所以假設我放在角落看看 這樣應該可以吧 這樣我們到時候 這邊可以再多放幾台 那我們可以點開它這個GI介面 看起來非常複雜對不對 但其實非常simple 這邊有4 4 16個格子 所以它就接收16種光能 那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管這些光能 它是怎麽運作的 你只要能夠確保附近 你可以接收這些能量柱子就可以了 主要是右邊 你要先來指定 你要來製造什麽東西 這樣它才會開始運作 那上面這一個就是 放置指定的物品 那如果你不指定 如果你不先放一個東西指定的話 它就無法合成 比如説 我們就拿這個當例子好了 我們就把一個東西放上去 它會需要這三種能量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開始 接收需要的那三種能量 接收完之後就會開始合成了 過程非常的安靜又迅速 然後你就取得了你第一個 複製出來的Crystal Pyramon Focus 所以這個東西是這樣子製造的 但也就是說你起碼要必須有第一顆這個素材 你才可以讓它開始複製東西 你沒有辦法完全無中身有 你必須要先有第一個東西 不過很快的我們馬上就合成出 四個出來 再來一個 那你要提子合成的話就把它拿出來 或者又紅石不曉得把它暫停 這樣可以嗎 好像有暫停 也可以,所以它可以用紅石來開關 所以用這種 這個應該是可以自動化的 我們搭配比如AE2 可以偵測系統當中有哪些素材比較少 就可以關閉紅石的話就會開始合成 所以我們現在有複製出來這個Crystal Pyramon Focus 我們先來做一個好人 回去找我們上一集被我們挖掉的 那個能量瘋火台 我們把這個還給它 雖然這顆能量瘋火台我們完全沒有在使用 但我們還是把它丟還給它 只是它被我挖掉之後可能會沒有能量 對,你從遠方看不出來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丟回來 等一下 除了這個之外我們還有什麽東西是可以來複製 比如說這個Crystalian Energized Stabilizer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用其他方式合成必須要自己複製 那還有什麽啊 這個東西一樣 那我看看還有什麽 應該沒有其他東西吧 我們把它拿回家都複製一個出來 這樣子往後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直接大量合成 就不用在野外尋找這個能量瘋火台啦 那說是要畫吉他 結果我們又挖了更多東西回來 好,我們來改成複製這個東西 先複製一個出來就好 不過正如各位所見 它這個 每複製一個道具是 道具的稀有度而定 需要的能量還蠻多的 那這個要一萬兩萬五 這個五百 雖然我們現在有放這個PowerCrystal 在這些能量瘋火台上 但難保哪一天 當我們開始 越用越多這個東西之後 能量可能會不夠用 之後要開始來尋找更強力 來製造能量後回復瘋火台能量的方法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先不用管那些 我們來 繼續摸索這個Iter Fabricator 可以來幫助我們做什麽事 好啦 總算可以把這個還給他了 我們都複製一顆出來 好,然後它就復活啦 算是吧 只是它的能量偷偷不見了 它要花一點時間來回復它 逝去的能量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要關心的事情 那有這麽方便的東西 一定馬上就會有人想說 那這樣我以後是不是就不用去挖礦 或農 放農場啦 我什麽東西都用這個製造不就好了嗎 所以做的當然也有想到這點 它有給它一個很嚴格的限制 就是它只能生產 就是屬於 這要怎麽翻譯啊 英文叫Raw Material 算初級素材吧 就是最初級最底層的素材 才可以用它來製造出來 什麽意思呢 比如說像 鵝卵石這種東西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NEI來看啊 鵝卵石大家都知道嘛 它算是一個非常底層的素材 隨處可得 所以像這種東西它就可以用Item Fabrication出來 那還有什麽東西啊 Ander 比如說這個好了 Ander Stone Powder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通常是挖礦取的嘛 那我們用NEI來看 你就會發現它並沒有Item Fabrication的選項 那你想說嘗試把它放進去 也不行 它沒有這個配方 所以並不是每個東西都可以用這個做出來 那這個的話呢 它是可以用Lumen Transmutation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在玩的等價交換 用其它素材還有的能量轉換成你想要這個素材的能量 所以沒辦法用這個的 基本上都可能要用另外一個等價交換 不過這個光是能夠製造一些低階素材就已經很方便了 比如說 有一些礦物不曉得能不能用它來 可以生產出來 比如說像金礦可以 可是它很貴 一顆金礦就要各十百千萬 十萬四十萬噸能量 那像我們Chromatic塊自己的礦物的話 大部分都R不出配方 所以Chromatic塊自己的礦物基本上都不能用Item Fabrication 然後其它像是這些有的沒有的Crawl當然也不行啊 這些都要自己老老實實的用能量祭壇把它們製造出來 所以大部分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合成 只有少部分的材料才有辦法 所以這個Item Fabrication究竟哪些東西可能比較值得來利用啊 可能比如說如果你真的很缺水晶的話 也許可以用它吧 雖然需要能量不少但是算是一個穩定的生產來源 其它這個沒有配方 這個的話也是沒有配方 這個也沒有 有 然後 梅果也可以用這個來製造出來 那這是一個方法啦 因為搭配梅果的話你可以 因為梅果它有能量 你就可以轉去做這個 轉加交換 但也有可能覺得 我直接種這個 鹽料樹不就好了嗎 其實話說回來我們這邊 鹽料樹種在這邊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管它們了 我們應該要找某一天的時間來自動化 就把它們改成林場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源源不絕的Bury來源 然後有了Bury的來源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等價交換 可以換很多Chromatic來自己的道具 我覺得這個算是必要的吧 因為有很多的素材啊 你只能去挖礦或者是打野外的植物 挖礦倒是還好 可是打野外植物是一個非常曠日廢時的工作 所以如果能夠套鉤等價交換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自動化 林場是必要的 或者就是用這個來製造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哪些梅果比較少啊 Bury 黑色的比較少 那你想要複製大量製造它的話就把它放進來 它就會開始快速合成 那一個梅果的能量沒有很多 所以做的也比較快 那我們就可以旁邊接個A2的東西 它就會一直抽回家 類似這種感覺吧 不過我們今天這集的話 就先來複製這個就好 因為我們有1,2,3,3,4,12 我們要複製出12個這個Crystal Powerline Focus 還是什麽東西的 在改造隕石塔之前 我們還是來自動化一下好了 旁邊接個Importer 看看它能不能抽回來 可以 可以 所以這自動化還蠻簡單的 就旁邊這個A2的東西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真自動化的話 就搭配A2自己的紅石控制機關就可以了 好,我們最後三顆Metal Tower Core 都升級成黃色的核心 那麼塔也是這間升級完 然後池子也都換成黃色的液體了啦 然後就可以開始運作啦 然後第二座 那這些塔在Chunk Road的人以內就會自行運作 即便玩家不在附近 但是他覺得有東西可以打的話 他還是會運作啦 可是現在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有怪物躲在樹底下 屋頂底下 他如果打不到的話 他會一直發射 然後就會一直聽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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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那怪物也沒辦法移動 當怪物距離玩家太遠的話 Minecraft的極致會讓生物 freeze 凍結在原地 所以他的AI巡弱入境是不會運作的啦 那既然怪物不會移動 他永遠卡在屋頂或樹底下的話 我的塔也打不到他 但是他會一直發射 就會一直聽到碰碰碰 一直持續到怪物可能自然disbar 被遊戲刪掉的位置吧 這可能是個隱憂 好 但再看看啦 比如說我們這棵樹底下 可能有時候會生一些怪 然後那些怪就會 一直讓我們這個東西卡卡的 比如說我把這個 一個位置好了 就把它放在這個樹底下 讓它減少卡在樹底下的情況發生 autonomous activator 好 不過它被樹擋住可能不會運作 但沒關係 我們有升級 還記得我們只要放一些符文石 就可以讓它們不會眼瞎 可是我已經忘記哪一個是 讓它不會眼瞎的符文石 我記得我這邊有放一個示範組 那邊 可能是Neela Svesty是距離 Argya是速度升級 所以應該是Neela 可以讓它不會眼瞎 三個升級 Argya、Svesty跟Neela 所以 所以 温溫石 所以 温溫石 這邊一個 Neela Argya 確保這樹底下不會 常常生怪都打不到 好 鼻子癢癢 鼻子癢癢 好 所以 這個塔的話就放這樣 基本上我把它當成一個 純粹的裝飾品 因為 論實用性是比不上 一些小的砲塔的 但是它作為裝飾品的話 是蠻有質感的 至少看到 一個發光的塔 然後不時會發出一些 大砲 這個怎麼少一個啊 我把它敲掉忘記裝回去嗎 Crystal No Focus 剛好多做一個 哎呀 完美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Berry 生產情況 剛剛掃倒之前我們看是多少個啊 800 還是600多個 剛剛看到的時候其實應該是很少的 但現在已經有到900多個了 看起來不錯 Bubble可以畫個顏色 或者Ketrina 其實我很好奇 咦上面這個有辦法存取嗎 有點麻煩 我想說如果我缺哪一個 我能不能把它給抽出來 然後放另外一個進去 然後開始再跟 可是要達到的抽取上面這個的目的 可能要依靠一些特殊的模組 所以如果也不想那麼麻煩 可能就是多放幾台Item Fabricator 這樣你就可以 同時運作 速度也會比較有快 比較有效率 好啦我覺得今天可能差不多 就可以到這邊結束了 這集有點短 那主要是因為我 突然找到了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 就是 剛剛有說 Berry 還有 基本上 炎料自動化的問題 不過未來我們要讓 Comatic還可以長遠發展的話 就會需要一個 比較穩定的 等價交換的機制 我們之前可能是尋找一些 比較高級的材料 來當作能量轉換 但其實它Comatic還用 煤果的話算是一個比較 基本便宜又好控制的方案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 未來 想辦法來自動化這些 顏料樹 看它蓋臨場或是什麽的 然後製造大量這些Berry之後 我們可能也可以設計 更多那個 等價交換的東西 看能不能自動化它 其實自動化有點難的 因為它必須最後要用這個 法杖頂一下才會完成 不過再看看啦 就是自動化這些 顏料樹 然後這個Atom Fabricator 看有哪些需求 也可以多擺幾台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連續好幾集都在玩一些 Comatic塊的東西 那當然之後 可能還是很多Comatic塊啦 畢竟這個模組能玩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了 感覺玩都玩不玩了 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再見咯 謝謝大家 各位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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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